剛剛熱我脖子 然後打我臉 是因為漏水問題 漏水糾紛 情節不同 兩人在屋內爆發爭執 警方都到場 卻還繼續吵 你動作在這裡 在這裡 你一直撐住 你現在一直在屋樓上 就是樓上 對面沒有漏嗎 我從頭到尾沒有質疑你的專業 徐甄師傅氣炸了 被警方帶離 還要六下狠話 我後面一定跟你沒完沒了 麻煩 氣壞麻煩 樓上屋主說 小姐 我帶你錢 然後就跟我罵 開始賣三字經 然後約髒話 然後勒住我脖子 不開心 我這兩天都睡不好 說真的 日下早上九點多 兩人約好到中山 這處公寓會刊 卻一言不合起口角 原來三樓是飯店 提供給高階主管住的 卻漏水兩三年 跟樓上反映 屋主告知去年已經修繕 飯店找了技師 屋主則找來水電師傅 一同協調 師傅要求舉證 並表示對面也有漏水 技師認為樓上影響機率較大 整指下遭師傅辱罵 還動手氣的提告 他只有在樓上做一些防水 跟牆角打水利控的動作 他並沒有做一些管路的一些修繕 我們一直要我們去舉證 是哪一個漏水點的時候 常人所難 雙方因見解不同 現場醜之外 也在臉書社群上爭辯 漏水問題還沒解決 這下爆發衝突 還得上法院對付公堂 他是因為爽在喊台北 蒼包到